随大业年间 这日傍晚 年仅14岁的戴咒和老仆 来到了荡水城南郊的圣龙客栈前 郑宇投诉 伙计却拒绝让他们入住 念及方圆十里在屋第二家客栈 戴咒只得求伙计行个方便 伙计稍作游 伙计终于答应了 戴咒拔腿进殿 没走几步 便从余光里瞄见一个 艳若桃花般的年轻女子 身形一闪 人便引进了后院 大家好 这里是关山太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这时 伙计重重叹了口气 说客栈掌柜姓邦 已年近六旬 体虚多病 不久前遭邪气轻身 不幸沾染鬼柱执症 近日愈发严重 连连可血 说着 伙计指着客栈中百年梧桐树上的乌鸦说 胸鸟头上转 或是在眼前 如果方掌柜挺不过此劫 哎 夫人还那么年轻 真是可怜 伙计口中的夫人 正是戴州刚才看到的 美貌女子童月娘 她比方掌柜小了几十岁 方掌柜若闭眼蹬了腿 那她真就成了小寡妇 日后的生计也定然难熬 等伙计将两人引进客房 退出后 戴州压低声音对老婆说 柳伯 你发现没有 刚才伙计守在门口 表面聚客 眼底却暗含窃喜 似在专等我们上门 而且 虽然民间传说乌鸦是凶鸟 实则不然 乌鸦属于食腐鸟 喜欢追星竹臭吃烂肉罢了 说到这儿 戴州抬手摸向后脖梗 发现有些黏黏的 老婆看了一眼 便惊地叫出了声 是血 公子 你受伤了 正在这时 客栈后院的童月娘 突然大哭了起来 他吩咐手下道 掌柜的晕倒了 快去请孙郎中 戴州和老婆刚跨出客房 就见伙计捧着谭盆 心急火燎地跑来 许是跑得太过匆忙 脚下一摘歪 谭盆脱了手 盆中血污溅了一地 伙计也顾不上收拾 洒鸭子冲出了客栈院门 方掌柜得的是鬼柱之急 也就是肺牢 在当时是令人闻之色变的 夺命绝症 他写之时 罪易传染 谁知 戴州居然蹲身 查看起了那滩污血 还伸出手指触了下去 片刻光景 孙郎中到了 他竟直奔向客栈后院的 一间闲置客房 而趁伙计去请郎中的 这段空当 戴州以为这客栈转了一圈 发掘偌大的客栈内 仅有他和老婆两个房客 应该是伙计借乌鸦和鬼柱之名 把偷诉者全给吓跑了 他们为何自爆家丑 放着钱不赚 又为何装模作样 选中他们这一老一小 就在戴州暗暗私存之际 边内变故横生 虚实刚至 方掌柜竟然死了 不一会儿 伙计哭丧着脸走进了门 边返还银子边秧求道 两位客官 小的戴夫人恳请两位多留一会儿 给县城大人做个证 我这就去县衙请人 戴州突然明白了 伙计留下他和柳伯 感情是为了给方掌柜作证 这家伙是费劳 他写卡死的 此言一出 县衙来人恐怕连门都不会进 打个转掉屁股就走 他和老仆仪掌柜素媚平生 说的话有可信度 加上乌鸦叫 更让这一切看起来顺理成章 但正因为这样 恰恰说明此中有鬼 鬼在哪儿 老仆问 梧桐树上 戴州得意洋洋地回道 进殿前 我便瞅见树上好像有老鼠 老鼠擅长打洞 怎会上树 我心里正纳闷 碰巧树上落下一滴血水 我才明白那是死老鼠 被绑上树枝 藏进树叶吸引乌鸦的 如此煞费苦心 墓地只有一个 告诉街坊兄鸟都到了 方掌柜也快死了 老仆心头一震 莫非 方掌柜是被人害死的 可证据呢 若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证据会有的 戴州巧声说 为防夜长梦多 害命者会尽快让方掌柜入土 等他们出动 我跟踪查证 你速去报官 不一会儿 县城大人便带着武座到了 童月娘一身速稿迎上 直哭得梨花待遇 武座问 人是怎么死的 孙王忠答 鬼柱知证 他写而死 有两个客人可以作证 武座一听 当即往后退了两步 伸长脖子往窗子里看 只见方掌柜面色直白 早挺了尸 既然是因恶疾而死 那就从简从快 赶紧葬了 省得一祸相邻 而此时 县城大人早溜出了圣龙客栈 鬼柱传染 躲得越远越好 孙郎忠连连点头 招呼伙计从仓房中抬出棺材 接着一个抬腿 一个扳脑袋 把方掌柜放了进去 接着孙郎忠另来一袋生石灰 拳道进了关中 何关 吆喝声起 童月娘以亮亮呛呛扑了过去 府官大哭 相公 你撒手走了 让我怎么活 童月娘猛然仰起头 重重磕像棺材 多亏伙计眼疾手快 及时拖开了他 官差前脚一走 代咒何老仆也回了房收拾行囊 大约半个时辰后 代咒隔窗看到伙计迁来马车 装上棺材运出了客栈 等同月娘哭哭啼啼跟出去 代咒向老仆使了个眼色 尾随马车朵朵闪闪刚跟进荒野 还真就撞上了鬼 这个鬼正是孙郎忠 孙郎忠冷不丁跳出 拦住了他的去路 代公子 黑灯瞎火的 你这是要去哪儿 在客栈 我便发现你鬼鬼祟祟 查东查西 鬼鬼祟祟的是你 代咒直言反驳道 你和伙计同月娘 当是觊觎方掌柜的财产 害了她的性命 我没说错吧 哈哈 猜得到也不算太离谱 孙郎忠孝道 方掌柜年事已高 而同月娘年轻娇媚 哪里耐得住寂寞 一来二去 便和伙计有了私情 同月娘想杀了 爱言爱事的方掌柜 可知里包不住火 方掌柜察觉后 抑郁报官 中途却又改了主意 打算让他们去死 当然 还有你 眼见孙郎忠欺身过来 代咒突然蹲身撞去 孙郎忠躲闪不及跌坐在地 趁此机会 代咒撒腿便逃 可跑着跑着 一步流神又撞进了一个黑影的怀里 此人居然是暴逼入恋的方掌柜 代咒很快琢磨出了个大概 这老家伙并非还魂诈尸 而是诈死 可是 他为何要装死 运送埋葬他失手的童月娘和伙计 又去了何处 方掌柜道 孙郎忠 这小子好奇心太重 知道的也不少 留着他早晚是祸害 孙郎忠鬼笑道 帮忙帮到底 送佛送到西 我知道该如何做 嘿嘿 那圣龙客栈的价格 方掌柜一咬牙 说 我再给你让五十两银子 痛快 孙郎忠顿时凶向毕露 小东西 忍着点 老子这就送你去陪那对肩夫银妇 他们在哪儿 代咒问 孙郎忠呼得亮出行衣银针 兜头扎向带咒的死穴 废话 死人当然在坟中 在棺材里 在这生死棺头 老仆柳伯与三五个手持破刀的捕快快速赶来 三下五除二便制服了孙郎忠和方掌柜 微情解除 带咒一把薅住方掌柜的脖领 急问伙计和通月娘的下落 方掌柜叫上了劲 紧闭嘴巴一声不吭 道是孙郎忠识时误 为争取宽大处理 忙不迭地喊 快去乱坟岗 他们被埋进了乱坟岗 一路急行 当不快奔进乱坟岗 掘开坟坑撬烂棺盖时 通月娘和伙计已养眼一息 过堂审讯前 戴咒已将此案推演得有条不紊 方掌柜觉察到妻子与伙计的私情后 恼羞成怒 发誓要言成这对居心叵测的狗男女 与此同时 为达到霸占客栈财产 长相厮守的目的 童月娘和伙计也动了恶念 没多久 机会来了 方掌柜染上风寒 过床不起 童月娘大喜 私曰孙郎中取以重金 想让方掌柜合情合理地病死 孙郎中立马答应了 谁料 方掌柜暗中收买了孙郎中 他说 只要孙郎中帮他 他愿意把圣龙客栈 以最低价兑给他 孙郎中立马反水问如何帮 方掌柜说 让我死 于是 在孙郎中的帮助下 方掌柜染上 人人为而远之的鬼注绝症 并开始卡屑 不过是孙郎中 偷偷给他背下的鸡血狗血 此间 童月娘和伙计也没闲着 用死耗子招赖兄鸟乌鸦造势 前戏作祖 恰逢带咒和老仆 这对老少人正登场 方掌柜马上死了 死得像模像样 还骗过了关崖中人 运到乱坟岗 等伙计挖好墓穴 方掌柜又准时复活 当场吓得伙计和童月娘魂飞魄散 抖弱筛康 卖不动腿 方掌柜将伙计和童月娘埋葬后 带上鸡血玉连夜远走他乡 可万万没料到 正是被他是作最佳证人的带咒 却坏了他的好事搅了局 次日 经拷问 整个案件与带咒的推测如出一辙 可舞座仍满眼的难以置信 孙郎中倒入棺材的是石灰 气味极其刺鼻呛人 方掌柜又如何忍得住 带咒微笑道 那不带外层沾的是石灰布架 但我敢断定 带内装敌当是糯米粉 果不其然 孙郎中招供 带中还真是用来掩人耳目的米粉 故事发生在明初 枫阳县较曼川镇的地方 镇上的王三追一只羊 追着追着 钻进了一个古墓洞中 回来后神神秘秘地告诉老婆 他发现了一个藏宝洞 准备晚上去把宝物弄回来 可是 王三当晚出去后 就再也没有回来 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 李山听说了也打算去 他约上另一个小伙子 把一切都准备好了 可是 临出发的那个晚上 小伙子却不见李山露面 小伙子到处找 最后在茅厕里找到李山 李山躺在地上 看到小伙子 只说了一句话 那是阴宅 不要去 鬼会勾魂 说完 头一歪就断了气 小伙子吓得双腿发软 回过头 只见黑夜里有两盏灯一样的眼睛 还有羞羞的喘气声 小伙子吓得连滚带爬的往回跑 回到家倒在床上 发着高烧 说起胡话 有鬼啊 有鬼啊 再起来时 嘴里仍不断念叨 鬼 好厉害 嘿嘿 他竟然疯了 两天后 人们才在阵外找到王三的下落 王三靠在一棵树下 嘴咬着手指 眼睛瞪得大大的 死了 可是大家查遍王三全身 发现他跟李山一样 没有一点伤 一时间 小镇人胆战心惊 谈到那个古木洞 都浑身发软 生怕被鬼拘去 更别说找宝了 但小镇人不敢去 并不等于别处的人不敢来 听说小镇有宝 虽说饿鬼拘魂 仍有一批批人来到这儿 小镇较为荒僻 只有一个姓胡的老头 在这儿开着一家饭店 准备一些粗茶淡饭 方便过路人 也养活自己 一天下午 太阳快落山时 一个长着胡子的中年汉子来了 中年汉子来到饭店 哐一声把刀往桌上一放 大声说 老头来两碗米饭和一盘牛肉 吃了好干活儿 胡老头咳嗽着 忙活了一会儿 盛了一碗米饭 拿来一盘牛肉 中年汉子一边扒拉着米饭吃牛肉 一边询问老头藏宝木洞的事 谁知不问还罢 一问 胡老头脸色苍白 说 别问我这个老头 我啥也不知道 中年汉子一脸惊讶地问 怎么了 胡老头战战兢兢地告诉他 那是一处不祥之地 有恶鬼拘魂 别说真去拿 就是想想也会被恶鬼盯上 正说到这儿 远处传来一个人的叫声 鬼啊 好厉害的鬼啊 胡老头朝门外望了望 摇摇头 叹口气 告诉中年汉子 那小伙子就是准备进木洞的 可洞还没进去 饿鬼就找上门来 吓疯了 中年汉子摇头笑了笑 一抽刀 刀锋雪亮 这宝 我是去找定了 说完三两口吃了米饭 拿起刀 在全镇人的注视中 向木洞那边走去 起风了 风从山那边刮过 小镇人都感到凉馊馊的 中年汉子去了木洞 第二天 再也不见出来 接着来探宝的是 三个恐无有力的汉子 劈亏代价 来到胡老头的店里 坐了下来 大声地拍着桌子 要酒要肉 说吃了好去寻宝 一个满脸胡子的汉子说 奶奶的 要是弄到这批宝物 咱交上去 也就抵了差 另一个秃头汉子盲点头 表示同意 在他们的交谈中 小镇人听出来了 这三个人 是朝廷锦衣卫派出的公差 来此抓一个叫吴平的人 原来 这个吴平在五年前 做了一件大案 一件惊动整个封阳县 漫川镇所在地的大案 那年 封阳正值灾荒年 整个封阳县恶嫖遍野 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现象 当时太祖在位 很着急 从宫廷内府拨出一批珠宝 发往封阳县救济百姓 圣旨很急 让封阳县令王恩惠 迅速将这些东西换成粮食 发放到百姓手中 王恩惠大喜 把珠宝放在县衙仓库 让吴平看管 谁知吴平这家伙剑裁眼开 偷走珠宝不说 逃跑前还放了一把火 把整个县衙烧成平地 先令王恩惠也被大火烧得面目皆非 如果不是身上藏着的金印 简直认不出来了 从此 吴平消失了踪迹 太祖知道消息后大怒 派出一批锦衣卫到处寻找 发誓不找到吴平决不罢休 虽然五年过去了 这些锦衣卫仍在明察暗访 苦不堪言 眼看交差期限临近 他们听说这儿有宝藏 就想找到向皇上交差 至于皇帝问道吴平 到时就说早已死了 不就交差了吗 三人商量道德一处 哈哈大笑 吃罢饭向木洞走去 可是 他们再也没走出木洞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 一个满脸疤痕的人走进小镇 来到饭馆中坐下 胡老头问他吃什么 疤痕连哑着嗓子说 已经吃过了 是想打停路 去藏宝的木洞怎么走 胡老头愣了一下 你也是找宝的 疤痕脸笑了一下 满脸疤痕比哭还难看 胡老头很善意地告诉他 那是处不祥之地 有几批人进去后再也没回来 不过 当他看到疤痕脸的神态时 知道自己白劝了 他叹口气 拿了一壶酒 一个杯子 放在疤痕脸面前 喝一杯吧 或许能进去撞个胆 疤痕脸连声道谢 让再拿一盘牛肉来 到胡老头进去拿牛肉出来时 他已经对着胡嘴 把酒喝干了 他看了一眼牛肉 大概看不中胡老头的手艺 摇了摇头走了 一直走进目洞深处 再也没有出来 天渐渐黑了下来 目洞中死一般沉静 半夜里 一个黑影摸进来 火折子一晃 点亮一根蜡烛 露出一张血淋淋的鬼脸 哼哼笑了几声 疤痕脸躺在不远的地方 一动不动 黑衣人走到疤痕脸躺着的地方 笑着说 你也去死吧 说完 掏出一个竹筒 小心拨开筒盖 靠近疤痕脸的头顶 就在电光石火间 疤痕脸右手一扬 手中刀鞘一下子打在竹筒上 竹筒出其不意落在黑衣人身上 一条七步蛇飞出来 一口咬在黑衣人的脖梗上 接着 那蛇落地 只见刀光一闪 被疤痕脸斩为两劫 快救救我 黑衣人急了 一把扯下脸上的面具 惨叫着 烛光下 竟是胡老头 疤痕脸阴沉沉地说 王恩惠果然是你在捣鬼 胡老头满脸恐惧 你是谁 疤痕脸愤恨地说 我就是吴平 原来当年珠宝到了县衙后 王恩惠想据为己有 一天晚上 他来到仓库 趁看守吴平不防备 一棍子打昏吴平 然后盗走珠宝 为了遮人耳目 他把官服给吴平穿上 金银给他系上 放了一把大火 试图把吴平烧成焦炭 这样一来 别人一定会认为 是吴平盗走珠宝 烧死县令 可是他没想到 吴平在那场大火里 虽被烧得面目全非 却仍活了下来 当然 由于丢了东西 太祖一怒 撤了他的关 吴平回到家 暗地里从没放弃过 寻找王恩惠 当他听说 这儿有这样一个人 马上想到了王恩惠 王恩惠呢 带着珠宝 偷偷来到了 这个封闭的小镇 把珠宝偷放在 一座破烂的古墓里 他自己则在旁边 开了个店 蓄起满脸的胡子 拖着背 哑着声 隐藏起身份照看财宝 为了保护宝物 他在山中寻找到一种 当地最毒的七步蛇 装进竹筒中 作为杀人利器 当王三发现宝物 那晚再次出门时 他一身黑衣 一张鬼脸 出现在王三面前 在王三大惊失色中 他飞快打开竹筒 对着王三扔过去 毒蛇窜出 狠狠咬了王三一口 蛇很小 牙细而间 几乎看不见伤口 王三中毒当即而死 李山也是这样死的 另一个小伙子 看到的鬼影 正是王恩会装扮的 到木洞去的人 在他饭馆吃饭时 他提前在饭里 下了一种催眠药 所以那些人进木洞后 就倒了下去 深夜里 他会来到墓内 对着每个人头部 打开筒盖 让蛇咬死对方 然后把尸体 都在洞中掩埋起来 吴平问 你的宝物可以转移走 你为什么还要 对那些人下黑手 王恩会喘息着 过了很久才说 这些家伙 见了财宝 如苍蝇见了血 如果不杀他们 终究是个祸患 吴平望着他 说道 你呢 不也一样吗 王恩会仍喘息着 已经到了迷流的时候 他知道 这蛇毒是无救的 许久 他无奈地一笑 我解脱了 拿了这些珠宝后 吃不香睡不着 宫中的东西都有印记 又用不成 我 我好累啊 说完 脚一蹬 眼一翻 死了 望着王恩会的尸体 吴平叹了口气 这些人哪是中了蛇毒 分明是中了珠宝的毒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